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第十一日的12日的Christmas 这么快就只剩一天 今天就已经是平安夜了 晚上又不能出街吃饭 最好在家里吃火锅 自己吃火锅其实我一向不太喜欢 因为经常吃雪藏肥牛 雪藏的远场饺 但今年不同了 今年有些外卖火锅 话说我去买一间 我之前吃过是糖食很好吃的 他就做了外卖服务 我们一起看看外卖的懒人包是什么 616的铜锣湾店 是在鹅颈桥和谢菲道的交界 来到616 708 好 加费引起了 先给你吃 我们看来开箱 我就叫了一个全牛火锅 成宴套餐 基本上全部都是牛牛牛的 他就来两大包 挺重的 先看看第一袋是什么 我們有另外再點鮮牛油醬油 哇 很香 一開就很香 但是原來這個湯底 我相信這個湯底是熱的 難怪分開放 這個是microwave的 其實沒理由microwave 應該倒進鍋裡煮熱的 它是這樣的 哇 很香 湯底很香 嘩 很香 熱的 也就是說它預料你馬上吃 拿回來就可以馬上吃 另外那個應該是凍食物 牛丸 它有寫 它有寫是甚麼來的 俄羅斯金花紙 哇 好可愛 它全部都有寫是甚麼來的 也好 要不然不知道吃甚麼 這個是胸牛醬 好像一塊肥膏一樣 這個牛舌 這個認得是牛舌 然後呢 俄羅斯封門柳 這是俄羅斯牛汁 胸肉 俄羅斯牛真的沒吃過 煎兜民族牛 是不是比較好吃 牛的樣子很新鮮 你看看多新鮮 這個呢 就是 安格斯的橫隔肌 這些紙真的不能扔 要不然不知道在吃甚麼 這個是五花紙澳洲的 肩甲牛撲肉 這個是 瓷冰 這麼搞笑 瓷冰 錄一錄呢 專門吃牛的 所以真的很多款 你吃光 牛頭豐 吃光牛的所有補位 基本上 就是這樣 那套餐 包裝裡面還有一包東西 哦 送了一個 好 大紅蘋果 嘩 超香 這個蘋果 送的 有出生紙 哦 616 我以為是蘋果的出生紙 好可愛 看616的 好像 NDS 同場家拍 好厲害 昨天的 非洲黑豬 今天變回 正常豬 看看 哈哈 失敗乃成功之母 Yeah 616的開箱 來到這裏 因為 未吃的關係 因為今晚才吃 現在未天黑 明天才給大家看 想聽多些的 就訂閱 就給我們一個讚 希望大家有個平安的平安夜 明天再見 拜拜